男孩想要自杀 他在网上搜索最疼的死法 面面突然弹出一条广告 上面写着你被死了 我去帮你整死那帮王八犊子 望着熟睡的妈妈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拨通了滴滴打人的电话 第二天 一辆滴滴停在了他家门口 男孩上了车 讲起了自己的伤心往事 他本是品学兼优的学霸 因为常年帮妈妈卖鱼 身上有骨子流连味 因此遭到了校霸排挤 都说学霸遇校霸 膀胱踹爆炸 男孩也没逃出这个铁 被拉上天台一顿暴揍 他去找班主任告状 老师却说小朋友间 发生点小毛小顿很正常 没打死就行 男孩心灰意冷 刚走出办公室便遇到了校霸 他们把男孩带到KFC 扒光衣服 对着鞋底子就是一脸 男孩出身卑微 根本不敢反抗 本以为交了保护费 校霸便不会欺负死 可这天几人走在放学路上 校霸竟将他推到路中间 飞驰的摩托从脚踝拧 直接压断了他的左腿 男孩忍无可忍 果断选择报警 可警察根本没当回事 还让校霸去男孩家登门道歉 晚上男孩回到家 发现三人正在自己家里吃喜 善良的母亲以为是儿子朋友 便没有多问 校霸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拿他的母亲做威胁 第二天 校长将几人家长调到了办公室 可男孩没有讲出真相 他说自己的腿是不小心摔伤的 和同学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证明男孩的选择并没有错 校霸的爸爸和学校校长有着很深的交情 自己选择硬刚只会更加吃亏 就这样 男孩实在绷不住了 每天晚上妈妈睡着时 他都会哭得撕心裂肺 可身为聋哑人的妈妈 却完全无法察觉 为了替男孩报仇 钢太将解药撒进餐盘 不知情的班主任吃完后 皮燕子差点拉脱臼 请了一个月的病假 学校给班级找了个代课老师 而此人正是有备而来的钢太 面对这个戴眼镜的小白脸 校霸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刚一上课便拉着小弟去厕所抽烟 他们随便逮到一个打扫卫生的同学 对着他便要拳打脚踢 此时空位里突然传来声响 代课班主任镜头里面走出 他借口有事 将小胖从几人手里救了出来 天大地大我最大 校霸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他决定搞点事情 让这个代课老师永远消失 第二天 他让同学将老师骗到图书 紧接着派人将一本不良画册 偷偷塞进了老师背包 随后校霸逼迫同班女孩 一边哭一边陷害代课老师 男人在图书馆寻了一拳 并没有任何发现 可他前脚刚出去 身后的女孩便脱掉衣服 弄乱发型 一脸狼狈地追了出来 他扯开嗓子大声尖叫 老师学生立马围了过来 女孩哭丧着脸抬起手臂 说代课老师飞离了自己 还说老师的包里有自己私密照片 一时间钢太白口莫变 没有哪个女孩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钢太直接被扣上了变态的帽子 他抬起头望向远处 校爸正躲在人群里一脸欢笑 钢太被老师带回教室 校长已在班级恭候多时 他气冲冲地来到校爸作文 从书包里翻出了那本不良画册 里面还夹着女孩的照片 短短一分钟 事件矛头便指向了这个精神小伙 一时间 女孩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虽然钢太看上去孤身一人 可他的身后却是强大的复仇团队 队员早已通过监控 看穿了小屁孩的计谋 他们假扮学生 将杂志塞进了校爸书包 随后还给校长打个痛一名电话 由于校爸是财罚的人 校长并没有拿他给他 第二天 校爸威胁全班同学一起对抗老师 还嚣张地在课堂上打起了王子 刚太临危不拒 将校爸的犯罪证据从大屏幕拨了出来 原来他们三个一直在给黑帮传递毒品 这一幕早已被复仇小队拍了下来 此时校爸立马慌了 老师让他去给自己满意 他也只能乖乖服从 更过分的是 晚上校爸回到家 发现老师竟然在跟自己的爸爸下气 他以家访的名义来到家里 躺在校爸床上 公然向三人索取保护费 眼看自己已经无法解决 校爸直接找到了黑帮 他们将老师骗上天台 准备揍死这个小白脸子 代客老师孤身一人面对十几个雕像大喊 施展出了远春球 打得黑帮毫无招架之力 校爸彻底省了 这小白脸子啥时候这么厉害 男孩以死向逼 如果老师胆敢靠近 他就跳楼自杀 校爸本想吓唬对方 没想到刚太根本没惯着他 一脚将他蹬到了楼下 其余二人直接吓得尿了裤子 刚太没有惩罚对方 而是让他们去跟警察 坦白自己的罪行 其实踹下楼的校爸 并没死 复仇小队早就在下方铺好了气体 此时校爸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决定从学校退学 再也不嘚瑟 故事结尾 受伤男孩再次回到了校园 所有恶人都受到了应有惩罚